周末台北的天空万里晴空 天气依旧高温炎热 台湾7月无台风破历史记录 8月第一天 位于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有机会生成今年第三号台风 新乐客 向西北移动的预测路径的推估 将局不排除在周日的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 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台风生成与否还是未知数 海警最快周日清晨发布 同时南海附近又有一个新增的热带低压 气象局也持续观察后续发展 不过周六全台还是普遍高温炎热 气象局对新北桃园苗栗金门发出高温警讯 另外中张头也都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二 花东南部整天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 午后雷震雨的范围也将扩大到西部和东半部山区 逐渐的往西北 移到台湾的正北方海面的时候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发生比较局部性大雨的可能性 应该还是持续的存在 7月的台湾许多气象数据都创新记录 包括7月24号台北出现了39.7度 连续高温天数也都创记录 金门大午气象站的高温数字也向上攀升 7月无台高温写历史 8月未来几天低压影响下的台湾 相对天气都不稳定 全台有雨 要到下个礼拜三 才会回到高温炎热的典型夏季天气 记者王志文李婉婷 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婉婷